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空間的概念 空間的概念它有四個公設 那是四個公設我們講一下 第一個 相亦兩點可以決定一條直線 就是說如果今天只有一點 那通過這一個點的直線可以很多很多很多條 也可以穿過這個平面 那但是如果現在又要通過這一點又要通過這一點 那就只有這一條 其他的都不行 要通過這個其他的這個也不行 要這兩點的話通過就只有一條 所以兩點相亦的點 它就決定一個直線 那一條直線當然最少會有兩點 這個第一個公設應該沒有問題 公設就是這件事情是大家都很容易知道的 沒什麼問題的 再來不共線的三點可以決定一平面 就是說現在如果是兩個點的話 剛才講過兩個點這邊會有一條直線 會有一條直線 就像這邊 假如說我兩個點在這個邊緣上面有兩個點 通過的就是只有這條直線 但是我通過這條直線的平面會有多少呢 你看這樣子這個平面就通過這條直線 那我再轉一下是不是也通過這條直線 再轉一下也可以 所以這裡會有無限多條 無限多個平面 都包含這條直線 就是包含這兩點 但是如果我要通過另外一個點 是在這裡 那我就要把這個平面轉到這裡 那通過這樣子 三點就只有這個平面了 其他的就沒有 所以相異不共線 如果它共線 那它都會在這條直線上 那還是可以轉 但是不共線的三點 那它就恰決定一個平面 恰決定一個平面 好 再來第三個 如果直線有兩個相異點 落在平面一上 那這整條直線都會落在平面一上面 就是說 這是一個平面 那如果你有一條直線的兩個點 這兩個點 這兩個點 已經在這個平面上了 那因為這兩個點 就決定這條直線啊 所以這條直線 就一定會說 整條都會在這個平面上 所以這個應該也有問題 好 第四個 如果兩相異平面相交 那交於直線 注意到了 它是兩相異的平面 如果我現在 兩個平面通通一樣 那它重合的話 那它的交點就是一平面 可是我現在是相異平面 相異平面它可能會平行 對吧 那如果不平行 一歪掉的時候 它延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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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交於這樣子的直線 交於這樣子的直線 所以兩相異的平面 它相交的話就交於直線 兩相異平面可能不相交就是平行 但是它如果相交就是交於直線 好 這個就是四個公色 應該沒有問題 好 沒問題的話 我們接著再看一下 接下來 空間中兩相異直線的關係 空間中的兩條直線 如果它共平面 那就是在這個平面上 兩條不一樣的直線相異 不一樣的直線可能它怎麼樣 會平行啊 也有可能有沒有 相交啊 那不能重合 重合的話就不是相異直線了 好 要相直線不能重合 那在平面上兩條直線 不是重合就相交一點 就平行 只有這三種 那不是重合那就是這兩種 所以交一點就平行 那如果它不共平面呢 不共平面就是說 這兩條直線不會在一個平面上 所以不會是這一種 也不會是這一種 對吧 因為這兩種都是共平面的 那不共平面會是怎樣呢 這裡有一條直線 這邊有一條直線啊 如果這樣就共平面 這樣也共平面 但是如果這樣 它就不共平面了 對吧 這個平面 這條所在的平面 跟這條所在的平面 沒有 沒有重點 可以這樣 這個也可以這樣 所以它叫做歪斜 就是它沒有在同一個平面上 在這邊像這種你就稱為歪斜 大概這樣問題 是